今天呢就是30歲的第一個影片 為什麼聲音現在整個就變這樣呢 就是OK我30歲第一天就感冒 大家叫我林黛玉好不好 我們家狗突然聽到我就開始錄影就是有點興奮 我真的是昨天晚上就是吃完大餐之後呢 我跟我姐跟我姐夫都同時覺得為什麼覺得喉嚨有點痛 但是我們還是去買了一枚雪糕 已經是紅豆那個牛奶冰包 然後吃完之後我男友在車上也會一直說他頭有點痛這樣 不知道是昨天的那個餐廳的冷氣有點冷 還是最近就是天氣變化有點大什麼anyway之類 我今天早上起來就是喉嚨痛到無比這樣 然後早上起來已經先吃了一點藥然後狂灌水 但是現在狀況還是沒有很好這樣 因為我等一下錄完兩個影之後呢我就會去運動 希望飆汗之後呢可以比較好一點這樣 30歲的第一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空空賞 登登登登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叫空空賞 但好像小米跟夢露他們都叫空空賞 我就想說ok那我也要學他們 我就要送到一個空空賞 今天的東西呢就是我有集結成一個小木櫃 就這些東西是我近期用完喝完吃完 我覺得有些還ok有些還不ok 有些你可以放回去 有些你可以囤貨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有想看這一集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那今天的東西呢就是在這個木櫃裡面 然後我就是 因為它木櫃放在這邊就是比較不方便嘛 我這樣子拿就是欸比較不方便 所以呢我就是會放在手上 反正欸我放在這裡好了算了啦 我就放在手上 反正就是我拿到什麼我就會講什麼 然後拿然後講完之後呢 我喝一下水了口好渴 首先就是拿到這個最大罐呢 就是這一個 Shulmora的Skin Purifier 它是Cleansing Oil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結顏油 植村秀這個結顏油這個東西呢 是我真的進到百貨 大學畢業第二年進去百貨 當行銷公關的時候呢 才開始接觸的東西 我當初就是會覺得欸那長痘痘的人 或是就是可能毛孔比較粗大的人 或是比較皮膚有問題的人 是不是不能用結顏油 ok我們不要有這個錯誤的觀念 就像是你不要覺得夜店找不到真愛 這個是一樣的道理 呵呵 它也是我週年慶絕對絕對會回購的商品 欸我真的想說做一個週年慶 我必買的清潭 可是我跟你說那個清潭 大概只有三個東西 呵呵呵呵 因為我本身就真的沒有非常非常會買 就是專櫃的彩妝或什麼之類 所以我週年慶必買的東西非常非常的少 如果阿路不用又要退出台灣的話 可能商品只剩兩個 就不知道怎麼介紹好不好 所以我自己會再斟酌一下 因為一直有人說 希望我可以拍就是那個週年慶介紹的商品 欸我一直要輔助胸口是因為我覺得我要吸不到氣了 好 這個呢我只能說 直瞬鏡它出了非常非常多顏色 什麼粉紅色、綠色、藍色 基本上我全部都用過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它對我的臉上來說沒有太大的差別 可是因為我本身是絕對會用防水型的眼線膠筆 眼線液跟睫毛膏、睫毛底膏 全部都是防水的 這一罐卸得掉 就是你如果本身是愛用那種眼唇卸妝液 當然是ok 但因為我比較懶惰 所以我都會用它呢 敷在臉上 就是先敷在眼睛上 然後其他臉部按摩完之後 最後再去按摩我的眼睛 然後再一次卸掉 但是這個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差點 就是一定要乳化 這個如果不乳化的話 就是完全不ok 你就是會有一種 欸洗不乾淨怎麼油油的感覺 那就是欸你自己使用方法不對喔 好不好 所以卸妝有一定要乳化 因為我覺得啦 它通常就是一組可能是兩千九或是三千出 但它可能就是有一瓶大瓶的 然後一瓶中瓶的 然後可能送你三罐小的這樣 我覺得它可以用非常非常久 我自己這一罐是至少用了半年油 然後我是每天上妝的人 所以我覺得你們自己可以考慮一下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愛用直春秀的卸妝油 好 然後再來呢就是這個 這個你們應該也是聽我介紹到就是 可能不想再聽了 但是我還是要再講一次好不好 就是Meli Meli的面膜 這個Facial Treatment Mask呢 就是我之前還有跟他們合作 就是到九月底 欸到九月底 所以只剩兩個禮拜 你們大家可以 如果你們想要買這個面膜的話 你們可以去底下 我跟他們有就是團購連結 你們可以去買這樣 它這個一盒裡面有五片 然後它其實是美白保濕面膜 但是我覺得它這一盒的重點 就是提亮保濕 提亮保濕 提亮保濕 就是每次我送人都會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你的臉那麼亮 我跟你講它的工程非常非常的大 它的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日本進口天然美 所以它的那個就是敷上去的臉 它是跟你的臉的服貼度 真的是百分之九十八 九十九 真的是超級無敵服貼 讓我之前有畫過手繪 我會放在旁邊給大家看 所以如果你最近有要找那種 很保濕很透亮的面膜 然後你覺得可以在上妝前 讓你的妝感更服貼的話呢 強力推薦大家用用看Meli Meli面膜 我真的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我自己大概已經有買過十盒以上 我自己跟他們合作 他們當初是借了兩盒給我 然後我自己後來又不斷不斷的自己購買這樣 然後我還一直不斷的分送給我附近的朋友 就是介紹他們用 因為我真的真的非常的喜歡 它沒有到非常便宜 它一盒五片 價格好像四九九到五百之間 所以一片要大概快一百塊 超級無敵值得 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薦大家用這一個 好再來一個呢就是這個 也有很多人問過我的那個隱形眼鏡是用什麼牌子 我的隱形眼鏡呢自從我大概兩年前有一次眼角膜 就是因為戴隱形眼鏡的時候受傷 我就再也沒有戴過任何放大片跟變色片 我小時候是還蠻喜歡變色片的 然後我戴的是金碩光學 金碩光學就是如果你走進區城市的話 你會看到一個小小的櫃子寫金碩 然後就是都賣隱形眼鏡 他們家比較特別的是會員制 就是你一年是需要繳年費的 然後你只能買自己度數的隱形眼鏡 你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他會幫你就是確認你的度數之後 你之後買你只要報名字 他就會給你你的度數 你不能買其他度數的隱形眼鏡 我記得是這樣 然後他需要年費 他年費好像有變貴我記得 所以現在一盒是三百塊還三百五之類的這樣 我非常喜歡他們這個水滋養日拋軟型隱形眼鏡 因為我覺得他戴起來完全不會有異物的感覺 我的眼睛是非常非常容易乾 跟我媽一樣有乾眼症 可是呢帶他去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不舒服 而且我是覺得他是那種 完全不會讓你覺得 欸你眼睛上面有東西的那種 然後我跟你說 小時候真的不相信日拋就是要每天丟 但是現在真的是已經三十歲了有沒有 日拋就是日拋 日拋就是當天帶了當天丟 不要日拋硬要帶成雙周拋之類的 我小時候就是日拋可能頂多用個可能三四天我才會丟這樣 然後那一次就是真的不小心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我在運動的時候 突然發現為什麼我的眼睛有一個白點 然後是一直弄不掉 我怎麼滴眼藥水我怎麼拿下來重新起再放上去都沒有用 後來去看醫生才發現呢 就是那個是我的眼角膜稍微有一點點的潰瘍 沒有到很嚴重 然後醫生就說 戴隱形眼鏡喔 我說對啊 他就說你有看過眼科醫生戴隱形眼鏡了嗎 然後我就說好像比較少你們好像都戴眼鏡 他就說對啊 然後我就說 可是因為戴隱形眼鏡比較方便啊 化妝比較漂亮什麼在 他說那你就看了眼瞎了以後 戴隱形眼鏡漂亮 完全就是在大威脅 我想說醫生好兇喔 但從此之後呢 我就真的只敢戴日拋的隱形眼鏡 而且就是即便我只戴三五個小時 我都會把它丟掉 因為我覺得就是眼鏡的事情不能開玩笑好不好 OK下一個東西呢就是這個 FANCO的洗顏粉 這個洗顏粉呢是我姐從日本買回來的吧 我記得 這個東西我男友看到的時候就一度來說 你是在用太白粉洗臉嗎 這個東西比較特別就是它 你倒出來還是粉妝 那你混合一點點水之後 它會起泡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洗臉這樣 然後我自己對這個東西呢 是真的是蠻無感的 就是我沒有特別覺得 欸他把我臉清得超級乾淨 或是我沒有特別覺得 嗯清完之後好像蠻舒爽的 沒有我就覺得它就是一個一般的洗臉的產品 所以它呢我是不會特別的回購 因為我其實看網路上它的好評蠻多 我不知道是因為它便宜還是因為它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第一個它也沒有很方便 因為畢竟你必須要加水這樣混合這樣洗之類的嘛 然後再來就是呢我每次倒出來有點太多的時候 我都會打噴嚏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東西是我不會回購的 我對它沒有這麼特別的感覺 我就覺得它就是 對我來說是一個中庸的產品 所以就是用完就是用完了這樣 好再來一個東西 這個呢算是我愛用很多年的 妮瑋亞的那個紙漢噴霧 它也是有出各式各樣的 就是系列的那個顏色什麼之類 就大概只有香味是不同的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紫色或是綠色嗎 之類的就是有薄荷的味道 有一派出法是說噴霧其實對你是不好的 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不知道我長期使用下來我覺得噴霧還是最方便的 就是妮瑋亞的噴霧跟妮瑋亞的那個止漢膏 是我最喜歡的 這兩個東西是我一定會使用的 然後最近我跟你們說我買的BioLay這個deodorant 就是你知道跟風就覺得它長得很可愛就去買了這樣 可是第一個呢我覺得它的香味我非常非常不喜歡以外 再來就是它的這個滾珠狀 不知道為什麼它的出水量超級無敵大 然後我覺得它的止漢效果不好 就是我平常做熱瑜伽之前我一定會噴這個 因為熱瑜伽就是會大量大量的流汗 你會不想要讓大家覺得好像很臭什麼之類 所以我一定會用止漢的產品 但是我用這個我試了兩三次真的都還是有味道 所以這個東西呢對我來說就是可能秋冬可以勉強用一下 但是夏天我還是會維持用妮瑋亞的止漢噴霧或者是香膏 我覺得妮瑋亞真的對我來說是一個就是狐臭的好朋友好不好 結果如果是要用的話我還是會買妮瑋亞這個牌子 好再來一個東西呢這個之前其實我也有介紹過 就是我週年期會想我週年期會放任自己去回購的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Loxerton 歐書丹的玫瑰Shower Gel 就是它有玫瑰護手霜、玫瑰肥皂、玫瑰洗澡的什麼之類的一大堆的東西 玫瑰噴霧 但是我就是如果週年期我是有預算的話 我會讓自己買一兩瓶這個玫瑰風味 就玫瑰氣味的Shower Gel 因為我覺得這個擦起來就是 我跟你說你整個人就覺得我就是一個公主 你這個一擦去就覺得我是紫薇我好漂亮 它叫做玫瑰皇后沐浴焦250ml要價880元 非常非常的昂貴 但就是如果週年期我是有多餘的預算 或是我多餘的禮券的話呢 我就會放任自己去買這個歐書丹的玫瑰膠 所以我人生中大概就是會一直維持家裡有一瓶這個東西 也不會過多 因為過多我也買不起 然後我也不會一直拼命去用它 因為我會覺得這個很珍貴 但就是如果有的話我會想要去買 如果你本身是愛玫瑰風味的沐浴膠 然後你本身是貴婦的話 可以去下手這一瓶 好再來一個東西呢 是我介紹過120萬遍是一個 120萬遍的一個東西 就是 藍韻的化妝棉 藍韻的化妝棉我有介紹過藍色跟粉紅色 粉紅色是再大一點的size 然後藍色的話就是正常化妝棉的size 為什麼我會喜歡它這個可思式化妝棉 講過很多萬次是因為 它撕下來是可以完整的撕成五片 然後它的彈性非常非常的好 也不易起屑 我個人非常不喜歡無印良品的化妝棉 因為我覺得它起屑很嚴重 然後我小時候也有一陣子很愛 Alubion的化妝棉 但是我後來覺得一大包220 而且我也覺得它的棉絮比較多 所以我後來呢就是真的 直接就是買了這個藍韻可思式的化妝棉 我都在PC Home24小時買 我覺得是最便宜的 就是一盒好像才59塊之類的 然後它裡面有80片 如果要濕敷Alubion化妝水 我就會用它 然後一般擦拭化妝水我會用小片的 濕敷我會用粉紅色大片的這樣 現在已經用了至少有個 我不知道十盒有了吧 因為這個消 就是這個 這個耗損率真的很快 可是因為它夠便宜 然後夠好用 所以我就是一直不斷的在回購它 好然後再來的東西呢 就是跟彩妝有關 首先就是這個 Maybelly的小金蓋跟小橘蓋 小金蓋是黑色的眼線液 小橘蓋是咖啡色的眼線液 這兩個呢 在我發現Clio跟BBIA之前 它是我的最愛 Maybelly的這款小金蓋我很喜歡 是因為我覺得它夠細 然後它是毛筆頭 但小金蓋有一個問題是 它真的是評價非常的兩極 會暈的人就會說它超級超級無底暈 但像我不會暈 我就會覺得 欸我用了打底膏之後 它頂多到下午或晚上 這下面暈一點點 那個程度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這樣 但是因為我現在用到我覺得更好用了 就是像1028或者是BBIA的話 我覺得是完全不會暈 所以我目前就是沒有在持續加購 不然我之前去泰國的時候我一次買了五六支 因為那時候在泰國特價一支 只要180還有175之類的這樣 然後那個咖啡色的啊 我當時候是買的時候 是覺得還蠻好用的 可是我發現它就是用了大概兩三個月之後 它的出水量比較不均 所以我大概有兩三支咖啡色 都是用到大概可能一半壽命之後 我就不會再去碰它 因為就覺得它的出水量就是不對 就是上出來的咖啡色就是 不會非常的完整 就是會覺得欸有些段是空空的這樣 所以我後來呢就沒有再持續加工 我現在就是持續在用1028跟CLEO的Kill Brown這樣 就沒有再用它們 但是我以前是非常非常喜歡小金蓋的 好再來呢就是睫毛產品 這一支呢也是我用了大概三支以上 是KATE的Lash Maximizing 這一個呢是睫毛打底膏 我已經又買了兩支臀貨 這一個睫毛打底膏呢 真的是如果你的睫毛比較容易暈妝 或是你的睫毛比較不容易撐住那個捲翹度的話呢 夾了睫毛之後呢 強烈建議你擦這個KATE的白色底膏 因為它真的可以讓你的睫毛看起來更長 更勇壯之外呢 它也可以撐更久 就是動它夠固 就是睫毛的威爾剛就是塌了好不好 就是一定一定你的化妝包一定要有這個 有了這一支之後 我幾乎都不怕我的睫毛膏會暈妝 除非你又遇到那種真的是暖得要洗的那種睫毛膏 不然基本上擦它都不太會出錯 而且它可以讓你的睫毛膏看起來更長更濃密這樣 所以就是超級無敵推薦這個白色底膏 然後呢再來就是很多人都會怕說這個底膏的纖維會掉到眼睛裡 這一款我真的覺得不會 我以前有用過某牌子的那個就是雙個兩個睫毛膏 然後其中一個是底膏 另外一個是黑色膏狀 它的底膏就是真的是讓我瞎掉 我真的瞎掉 因為它上面的纖維不斷不斷的掉進我的眼睛裡面 就是完全的不ok 所以如果你想要你的睫毛看起來更強壯的話 推薦你買這一膏 好再來呢就是這個 RMK的睫毛膏 這個之前我有跟你們推薦過 就是它讓我的睫毛長了0.62公分的睫毛膏 這個睫毛膏呢我那時候朋友送我的時候它是黑色的 然後它的刷頭呢是比較中庸那種粗粗的 就沒有什麼特殊形狀的那種 可是它真的非常的長 就是讓我的睫毛真的長到一個不行以外呢 它的料體偏乾 我不知道是我朋友送我之後它偏乾 還是它本身就是偏乾 但是它擦上去之後偏乾 所以不太容易暈 我非常非常喜歡 可是它有個問題就是它雖然長 但是它沒有到非常的濃密 就是濃密度是中等 但是很長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有想要購入專櫃款的睫毛膏的話 如果你覺得蘭蔻我平常介紹的那支很容易暈的話 強烈推薦你試試看RMK 我記得這支的官網定價好像是1350 沒有很便宜 可是你可以趁週年慶入手 因為我覺得它超級無敵長的 尤其是搭配Kate的底膏 讚讚 好再來一個呢就是一個非常無聊的東西 可是就是名聲必需品 奶茶 這個東西呢是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做日本代購 然後我跟他買了一次 我整個屌屌 就是現在只要日本代購有在賣這個 我就立刻買 而且我昨天發現呢 好像全家也有在賣 就是我覺得現在的便利商店真的超巧 前天經過一個萊爾夫 它裡面賣了所有日本戀人的就是一大堆的巧克力 裡面根本就是一個小小的日本選物店 就是裡面所有日本的零食你都找得到 我想說Amazing欸 這個東西呢是日東紅茶的奶茶粉 為什麼我非常喜歡它呢 是因為奶味重 就是如果你本身是愛茶味重的人 那你這一款你就可以Pass 但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喜歡奶味重 喜歡清新西蘭奶紅的那種奶精粉的味道 然後我跟你說 往這邊走好不好 非常非常非常好喝 你要說它甜嗎也還好 因為我平常水會加比較多一點點 讓它沒有這麼多甜 但是它的奶味超級無敵重 而且就真的是讓你覺得 奶精就是走這一個好不好 如果你是西蘭奶紅的愛好者的話 真的要買買看這個 然後我記得我之前買的時候 這個好像是10包 然後它現在價格越來越便宜 我記得代購好像170幾塊就買得到 所以等於一小包是10幾塊這樣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划算 我自己的囤貨是大概還有個3包左右 我就是可能MC來 或是什麼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會讓自己就是放四泡給一包來喝 就覺得心情又飛上雲端了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愛好奶茶的人 然後你最近覺得 我喝聶利頓奶茶 我不想再買50蘭的話呢 可以試試看這個日冬紅茶的奶茶喔 好箱子裡面還有最後最後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什麼一個小怪奇的東西呢 這個就是我寫手帳的時候必須要使用的東西 它也是一個日本的東西 日本代購你絕對看過這個 它就是小型的雙面膠印章 如果你寫手帳你就會知道什麼電影票啊 或是什麼票根啊 或是什麼照片 你都會想把它黏在你的手帳上對不對 但這時候你就要一直浪費很可愛的貼紙 或是你要一直用透明膠帶 那就不可愛了嘛 那如果有時候要用紙膠帶 但是你又找不到適合的主題的話呢 那要怎麼辦呢對不對 寫手帳的人都很麻煩 譬如說 我貼我男友的合照 那我的那個貼紙 可能就要寫一個love 或是可愛的一個花朵什麼之類 那如果我剛好找不到適合的主題的話呢 我就會拿出這個 這個呢 就是小雙面膠印章 你就在那邊 嘟嘟嘟嘟嘟嘟 蓋好以後 那相片貼上去 欸 perfect 你也不需要一個一個去撕雙面膠 撕到手都黏黏的 完全不用 就是一個借個小印章 蓋上去好不好 所以我的那個抽屜呢 就是還有非常多的囤貨 超級無敵方便 就是甚至買給小朋友用也很方便 就小時候 小朋友做勞作的話 用膠水就會弄得髒兮兮有沒有 旁邊黑黑的邊邊這樣 那你就可以拿出這個小法寶 也可以放在你的小廚桌旁邊 有要黏什麼東西 立刻這樣蓋上去 就可以黏了 好不好 非常的方便 好啦 那東西就介紹完了 這些東西呢 就是我近期用過擦過 噴過 覺得還ok 有一些可以pass 有一些可以買的東西這樣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買買看這樣 但當然不是我推薦什麼東西 你都要去買 就是大家自己還是要be smart 好不好 腦波要硬起來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呢 想說30歲 就來做一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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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這個give away 為什麼要做這個give away呢 是因為 是因為我那時候就覺得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特別 所以然後又不貴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一開始就是買了兩個 就是這個 Juno的Microfiber Velvet Sponge 這個東西呢 我之前有實測過 我有跟你們說 我覺得它對於有問題的毛孔 跟上粉底液來說 是還蠻方便的 但是我不確定我會不會持續用它 可是我這幾天有逼自己 就是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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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用它 它還有一個還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真的洗不乾淨 就是給你們看 這個是我剛剛又把它洗過的一次 因為我周日周六都在用它 它上面這一層就一樣是洗不乾淨 可是我真的覺得啦 就是它用來上就是比較偏濃稠款的粉底液 是好上手的 而且它真的可以讓你推的蠻均勻的 跟你的皮膚融合狀況是好的這樣 然後如果你們想要看更專業的就是精辟解說的話 可以去看湯的影片 湯也有分享這一款 它覺得用遮瑕上 它覺得用來上遮瑕效果很好 可是因為我本身最近是沒有什麼在用遮瑕膏 所以我就沒有嘗試遮瑕膏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一顆蛋基本來說的話 以六塊美金來說的價格我覺得是OK的這樣 也有人說康世美也有出絨毛蛋 所以我會再去試試看 我今天就想說那因為既然我就多買了一個 那這個的話呢我就把它送給你們 你們可以玩玩看你們自己喜不喜歡它這樣 反正因為我就是多買了嘛 就想說30歲第一天就送給你們吧 沒有什麼特殊的規定啦 就是你們可以去 喜歡的話可以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者是去我的Facebook按讚 然後反正你就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你想要這個Juno蛋啊什麼之類的 whatever就可以 留任何言都可以 我就會在下禮拜一抽出一個得獎的好不好 然後我會再把它寄給你們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就是一個感冒嫂蝦 然後就是拍了一系列就是空空想的影片給你們看 然後感謝大家對我30歲的祝福 其實生日真的不是一件大事 但是我覺得人生活到30歲 真的就是一個很大的門檻 再加上我今年就是決定就是 不喜歡換跑道 然後讓自己就是真的投入YouTube這個行業這樣 就希望我自己可以把這個頻道越經營的越好 然後希望自己永遠不要忘記初衷 好啦那就這樣囉 喜歡我的的話可以去Instagram或Facebook 翻圍頭髮找我玩我們就明天見囉 掰掰